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 何广志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广志 然后终于轮到我站在这个舞台上了 然后有一点兴奋 因为就站在这个舞台上 就相当于马上就要当明星了嘛 这个样子 是这样的 就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线上节目的录制 所以我就特别的激动 就特别的重视我们今天这个录制 就为了今天这个录制 我来的时候 我是就专门用洗面奶洗的脸 就在中国喜剧圈 能让我用洗面奶洗脸的节目 就不是很多 就能让我用洗面奶洗脸的节目 也就只有这一个 就为什么呢 因为其他的节目就都不让我上 这个样子 大家也看得出来 就为了准备这个节目 我还去烫了个头发 对 其实是这样 其实也不是故意烫的 就过程是这样的 前两天我就想去剪一个好看一点的头发 然后准备录节目嘛 然后我去了之后 那个理发师就问我 他说 你打算怎么剪呀 我说我想把这两边留长一点 他说那你这个长度适合烫一下呀 我说我没有烫头这个打算 我就是单纯地想留个长发 我说你先给我剪吧 然后他咔咔咔咔 一顿操作我就给我剪完了 剪完之后 他就很自信地问我 就是 剪得怎么样 我说 你要不给我烫一下吧 因为当时我盯着镜子里 他给我剪完那个发型 我就在想 赶紧给我烫一下 就不能再让第三个人 看到这个发型了 就丑到什么程度 就是他如果不给我烫一下 我出不了那个门 就被封印住了 你知道吧 而且 就是 我跟我朋友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朋友还说我 他说 哎呦何广志 看不出来 你还有偶像包袱 我说你是没见那个发型有多丑 我那都不能叫偶像包袱 他就是个包袱 人类的包袱 你知道吧 而且当时就是 他给我剪完之后 我除了烫 我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因为他已经给我剪完了 你知道吧 就是我没有退路了 就我的退路都被他剪断了 我就只能再赌一局 你如果长得比较好看的话 就你可能没有这种感受 就是像我们这种长得不好看的 就当我们被剪了一个很丑的发型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很憋屈的 因为当我们被剪了一个很丑的发型的时候 就我们是不太敢怪罪于理发师的 因为你知道你自己也有责任 所以说我剪头发 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局面 就是前面两分钟 我刚跟那个理发师就友好的沟通完 该怎么剪 然后他开始给我剪 结果剪着剪着 我们俩就都沉没了 这时候我盯着镜子里我的头发 然后他盯着他的手艺 我们俩都没有说话 但这时候我们两个人脑海里 都飘过同样一句话 就是 这也不能全赖他 其实这种感觉 大家都明白 心里都明白 只是不说而已 假设说让你一个长得很好看的人 假设说让李线剪个头发 不好看 那理发师全责 对吧 就是 李旦剪个头发不好看 李旦全责 对吧 然后当时就是 还有一个事情 还有一个事情特别有意思 就是 当时我烫这个头发的时候 那个理发师问我 他说 你一共有两种类型 你打算烫哪一种类型 第一种就是 不需要怎么打理 然后也挺好看的 还有第二种就是 需要你每天早晨起来都打理 但是打理完之后会特别的帅 就是如果他不问我的话 让我自己说 我肯定说 你给我弄个不需要打理的吧 对吧 当然这么一问我 就以我这个小 这个小脾气 我肯定选那个 需要打理但很帅的呀 因为我这个人 我比较喜欢挑战生活嘛 我当时我想 我要变好看 我要扼住生活的喉咙 结果现在局面 大家也看得出来 就挑战失败了 就不仅没扼住生活的喉咙 还让生活薅住了头发 薅得死死的 就我现在套完这个头发 就有一点特别尴尬的什么 就是 我这个头发 就需要打理才会好看 然后我不会打理头发 就如果我不打理的话 它就不好看 就如果我打理 还不如不打理 就是 真的就是 我没有骗你们 就是我探完这个头发 我第一天出门的时候 我整整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来打理我这个头发 结果我出门之后 见到我朋友 我朋友见到我之后 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这头发探完之后 你得打理 就是 我说我 我知道 我今天没来得及 就是 好 谢谢大家 讲证多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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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广志 谢谢 谢谢 就我们这次的阵容 大家也都知道了 就我那另外两个对手 就是实力也不是特别的强 忽兰跟周期末 其实这样的 你知道吗 就是本来是这样 就是 是忽兰选了我 然后周期末呢 想跟忽兰 然后巅峰对决 然后他又选了忽兰 但是我们这个赛制 很可能会出现一种什么局面 就是 他俩巅峰对决 然后把我淘汰了 你知道吗 最近出省的话 大家都会喜欢 戴口罩出门 对不对 其实我挺喜欢这种感觉的 因为很多人跟我说 口罩可以遮丑 我刚开始我相信了 但我后来发现 就是口罩遮丑这个事情 它也得分人 因为有些东西 它是盖不住的 你知道吗 你就像 比如像我这种人 就即使我戴上口罩 就你看不到 我长得有多丑 但你从我整体的 这个气质当中 就是你能 你能隐约地感觉出来 就是 这个货 它不好看 那种感觉 就跟刮奖是一样的 就虽然说你刮奖 虽然说你戴上口罩之后 就只露了一双眼睛 但你刮奖 刮出个蟹来 还接着刮吗 就给它垃圾分类了 就刮了 其实我最近反思过 我自己的这个颜值 其实我觉得 我是属于那种 长得不是特别的丑 但我说我自己丑 也不违和的那种类型 就等于是 我觉得我是那种 我长在丑和帅 中间的那条分界线上了 你知道吗 就怎么说呢 就等于是 我的颜值是属于那种 就近可攻退可守的 像李淡那种 就属于是一手难攻的 因为我们节目 已经播了一期了 然后我的好多朋友 他们看到我 上了那个节目之后 他们就觉得 我现在已经 挣到了很多钱 其实并没有 其实我们录这种节目 选手是没有钱的 我现在不仅没有挣到钱 我还往里搭了很多钱 因为我每次打车过来 来回的话要三百块钱 就是录到现在的话 我已经往里搭了 就四千多块钱了 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 就是如果 那个打车的报销 再不下来的话 我就得退赛了 你知道吗 我上次讲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观众说 那你为什么不坐地铁呀 我说因为片场周围 根本就没有地铁站 然后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先坐地铁 然后再骑一个共享单车呀 我说因为我是一个明星 我们家真的离这边特别地远 就是我们家是住在 另外一个郊区 在宝山那边 就是特别宝山 就是七月二天 在终点站那个地方 你们有人知道那个地方吗 你们都知道是吗 你们好穷呀 真的我们家住在那边 就是如果你没有住过 终点站的话 你可能没有那种感受 就我住的那个地方 它交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第一次出了 那个地铁站之后 我看到地铁站旁边 竖着一个警示牌 那个警示牌上写的内容是 严禁捕捉野生动物 为者追究法律责任 就看到第二句话 我心里还稍微有点欣慰 因为这个地方 起码它有法律 而且我们家还不在地铁站附近 就是我每次出了地铁站之后呢 我还要大概在骑自行车 就骑个2.5公里 才到家这个样子 真的 就贡航单车 直接就包了半年的 但是包完就后悔了 因为那个地方 实在是太偏了 没有贡航单车 他们骑回来个膜拜 都藏到树林里 就在我住的那个地方 谁让人从外面 骑回来一个膜拜 谁就是英雄 在我们心中 那个人就是骑士 因为我住的比较远嘛 所以说就会导致 我经常地坐地铁 我不知道大家坐地铁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种人 就前两天我就去挤地铁嘛 然后挤上去之后 我就没有坐 然后我就站着嘛 然后这个时候 我旁边就站了一对情侣 就是我们三个人 就都没有坐 就都站着 然后这个时候 就在我们面前就突然空出来一个座的时候 就那一对情侣 他想去坐那个座 但他第一时间不是去抢座 他第一时间是 他们俩在一块商量 他们俩该由谁来坐这个座 就在我面前就商量起来了 你知道吗 就那个男的就特别霸道总裁 这样子 那边有一个空座 你去坐 你坐 我不累 你去坐 你去坐 然后他女朋友还不坐 他女朋友在旁边 哎呀 我今天在公司 我都坐了一天了 我不累 还是你坐吧 你坐 你坐 就是我在旁边看着 我就懵了 你知道吗 怎么回事 就是这个座 就是你们俩的了 是吗 我就一直在旁边思考 等着一旁边思考 怎么回事 现在地铁上 都有情侣专座了 是吗 这个座 我可不可以坐呢 甚至有一次 我都已经坐下了 然后他们俩 还是会在你面前 哎呀 你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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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我又在想 你们这种人 你们是不是就是 故意来炫耀你们 拥有爱情 是不是故意的 你们还有什么花招 尽管给我使出来 不害怕你们 还有就是大家坐地铁 还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就是当那个地铁上 满座的时候 然后所有站着的人 都是替补 然后这个时候 站在过道中间的 那是替补里的首发 有这个感觉吗 就是我记得 我那个时候 我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 我坐地铁 我就特别害怕坐过站 然后每到一站之后 我就喜欢 就是不停地看 那个地铁路线图 就不停地看嘛 不停地看 然后就有一次 有个大哥 他看到我 看那个路线图了 他就以为我要下车了 然后他就挤过很多人 就拼命就挤在我面前 就站在我正前方 就这么站着 就这么站着 就这种情况 大家都明白 就是他站在你正前方的话 他就是你那个座位的 第一继承人 就这样 但是 但是那次那个大哥 他真的误会我了 就五站了我都没有下 大哥看我一脸疑惑 怎么每一站看上去 都想下的样子 但是还不下 到底是住在哪一站呢 在上海流浪是吗 我干过这事 就算是流浪 都五站了 还没有选到 自己喜欢的站吗 你名字不喜欢吗 我发现就是 当地铁上 空出来一个座之后 大家去抢这个座位的时候 它其实是有规则的 它是有规矩的 你知道吗 它的规矩就是 它就是和那个继承法 是一样的 就你只有当这个 第一继承人这边 没有人的时候 然后你旁边这个 第二继承人 才可以过来继承 对吧 继承权拿你平等 对不对 就是我为了写这个段子 我专门去网上 查了一下继承法 其实 其实继承法是这样的 就是一般情况下 是用不到继承法的 使用继承法的前提 他起来之后 他喜欢指定一个人 哎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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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了 我先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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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种情况 你就不能按照继承法继承了 因为人家走的时候 有遗嘱 好 讲证歌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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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疼了 这干嘛呢 还想走错了 大家好 我是广志 然后 就是 我在前面 确实是不小心赢了 忽兰跟周老板 但是也没有特别厉害 就用一个词形容 就是小人得志 你知道吗 节目大家都看了是吧 对 然后我是那个周杰伦的眼粉 对 弹幕里好多人说我 长得特别像周杰伦 我就特别的开心 因为我录节目之前的演出 我问观众 就大家看我长得像哪一个明星 他们都说是张全弹 你知道吗 就是为了阻止我像杰伦 都把张全弹 给逼成明星了 就为什么 现在大家突然一下 又发现我像周杰伦了呢 就是 因为我在比赛期间 用了那个英树流光瓶护肤 就我的皮肤 由内而外 光感透亮 就透亮到什么程度 我现在感觉是 我身上最大的闪光点 就是我的脸 就英树流光瓶 让我不用打高光 就直接达到了 我颜值的高光时刻 我们这期的主题 是请别遗憾立场嘛 其实 就是我从事脱口秀之后呢 我就从来没有过遗憾 因为除了脱口秀之外 我也找不到 其他更好的工作了 就是当你越是 没有选择的时候 你就越没有遗憾 就我的学历呢 是大专辍学 就我的 我的人生就没啥选择 我不像其他的演员 他们上台之后 就经常可以介绍自己 什么是交大毕业 我什么是个学霸 对吧 就每次留到我的时候 是个人霸 我就 我身上确实没啥闪光点 就我每次演出的时候 海报上介绍我的那一栏 我都只能写上一句 是一个山东人 就每次主办方看到之后 说话也都特别地委婉 你给我滚 就我们这个海报 贴出去是为了吸引观众 来看演出的 就你这一个山东人 就这是凭借什么吸引的观众呢 观众是都没有见过山东人 是吗 观众来了之后一看 台上有一个山东人 你们这个演出也太酷了吧 就不可能 我现在是四个人在上海生活 就我发现我妈现在特别地关心我 她关心我关心到什么程度 就我最近发现我妈她开始通过那个微信运动监视我 就我有时候偶尔会睡到中午12点才起床嘛 然后这个时候我妈就给我发微信 问我 哎 你今天是怎么了 为什么还没有起床呀 就这个问题我就不敢轻易地回答 因为没起床又代表还没有吃饭 就是不起床是小 不吃早饭 在我妈眼里是一种违法行为 我那个时候我上学的时候 我都不敢跟我妈说 我一苏人都没有起床 因为这种行为 这种情况在我妈眼里就属于是 聚众不吃早饭 就是我遇到的困难的事情多了去了 我妈都不关心 我妈就关心我到底有没有吃饭 我妈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你现在在上海 我根本就不图 你在外面能准多少多少钱 你只要是把饭给我按时吃好就行了 每次我妈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都会产生一种错觉 我终于还是要回家继承家产了吧 而且我的微信运动 一旦超过一万步的话 我妈这时候还会给我发文 因为我 哎 你今天是干什么去了 你是不是出去玩去了 你和谁一起去的呀 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这时候如果我说是女的 我妈就会问 啊 那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呀 如果我说是男的 我妈就会说 啊 我不相信 就我妈最近会一直催我找对象嘛 就在我妈眼里 我现在在上海 找不到对象的原因是 我接触不到女生 其实我妈不知道 就在上海这种城市 大部分年轻人 大家单身的原因 根本就不是遇不到优秀的人 就更多的人单身的原因 是因为你周围优秀的人太多了 你不知道该选谁 就像我们这种舔狗 就不知道该舔谁 就这种感受 追星的女孩完全能够理解 假设说让你在 肖战 王一博 易烊千玺 还有我 我们 我们四个都让你选一个 做男朋友的话 你肯定会非常纠结啊 你肯定会纠结 你肯定会想 这可怎么选呀 这都是我的菜 肖战也是我的菜 王一博这也是我的菜 易烊千玺这也是我的菜 何广志 菜里还有一个虫子 假设你周围 没有那么多优秀的人 假设说你周围就只有 张全弹跟我 我们俩的话 你通过简单的一比较 你很快就会选择出来 对吧 你通过简单的一比较 你很快就会选择出家 对吧 而且你选完之后 都不再遗憾 就我觉得我现在这种状态 其实是好的 就除了年轻 就一无所有嘛 我觉得我这种状态 非常的好 就我这种状态 它可以很好的 甄别一些女生 比如说一有女生 她一靠近有钱人的话 大家可能就会觉得 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 她肯定是想要 不劳而获了 她肯定想要实现 她不劳而获的理想了 对吧 像我这样 但凡一有女生 靠近我的话 我就知道 这个女人 她肯定是想要 嫁给爱情了 要不然她图我的啥 图我长得像杰伦吧 就我觉得我们 每个人在生活中 当我们面临一些困难 或者说面对一些选择 抉择不了的时候 就为了不让自己遗憾嘛 然后很多人就会喜欢 找一些名言名句 来支撑自己 就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就我也一直有这么一句话 就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都会想起来这句话 就这么多年来 支撑我面对困难的 这句话就是 穷不过三代 每当我一直在想 解决所有的困难 全能行的精神信仰 就是从概率学的角度讲 我一定会非常有钱 因为我就是第三代 跟红苗正 我从小就特别地 相信这句话 然后就以至于我 入习太深之后 就导致到现在 这样一个问题 就像我现在每次回家 跟我父母在一块 吃饭的时候 我只要一听到我爸 他说他马上就要 挣到钱了 我就特别担心 你说啊 怎么就要挣到钱了呢 我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呢 你这一挣到钱 我这辈子这不完了吗 好 谢谢啊 蒋龙哥 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何宝珍